掌握及时资讯 开了看 神界新闻 您好我是高佩生 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台北股市今天的收盘表现 美股道琼指数连十五天创下新高 不过却未能点燃台股突破去年三月中 所创高点8170点的市场人气 大盘反而在连涨三天的金融股回挡修正波及之下 指数跌破8000点整数大关 中场下跌44点 以7994点作收 成交量为903亿元 面对核四争议 政府将诉诸公投 立法院正朝修法方向来迈进 只要形成共识提案 中选会就会依照办理全国性公投 在另一方面 吕修年在昨天适逢日本311和岛核灾两株年 前往新北市递交地方公投提案书 与同样是核四议题 却有全国性和地方性两种公投 时间可能也都落在年底附近 外界关注是否能够同时举办 中选会今天表示 只要提案通过 两者并不冲突 中选会指出 全国性公投是由中选会订定公投时间 地方性公投举办时间则是由地方选委会来决定 各有不同的主管机关 两者个别订定办理时程并不冲突 而且依法规定所有公投只要成案都得办理 十二年国教即将上路 高中制新克纲仍在眼里当中 教育部预计今年七月先微调 第一题四包括了高中数学 自然领域的克纲 马总统宣是民国103年正式推动十二年国教 各界屡有疑虑其中新克纲确定无法在103年出炉 上周教育部长蒋伟宁与学生座谈 克纲议题也被学生当作是十二年国教必须暂缓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应提问 教育部表示将在今年七月微调高中数学 自然领域等克纲 蒋伟宁也强调 十二年国教是一个工程 应该按部就班推动 不能说打地基的时候就要求把屋顶材料都准备好 克纲将会一步步修订进行微调作业 时间来到两点零三分 国际新闻 南韩与美国代号为关键决断的联合军演在昨天如期启动 被韩以此为由宣布韩战停战协定 给予其正式闻为废止 并以切断两韩百门电热线作为回应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天扬言将对南韩发动攻击 并点名靠近两韩海上边界的白领导 将是北韩首要的攻击目标 于目前两韩气氛几乎是转战争状态 南韩与美国已经加紧戒备 历史性的教宗选举变门会议今天转开 这次选举是为了接替教廷七百年来首度请辞教宗的继任者 全球都聚焦在西斯丁教堂的一根烟囱上 范迪刚表示 预料稍微首轮选票的烟会是黑烟 显示投票还没有结果 如果届时冒出著名的白烟 就代表有新教宗诞生 以上就是这节准点新闻 掌握及时新闻就在GitAven